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讲土地增值税税制 土地增值税是1994年的时候 新开征的一个税种 那么这个税种是对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地上的建筑物及其副作物 并且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就它转让房地产取得的增值额 征收的一种税 那么从这个税种来讲 我们在税制归类的时候 把它通常归类为特定目的税类 因为当时开征这个税种 主要是为了调节 转让房地产过高的 不合理的这样的利润 那么而征收的一种税 因此它具有特定的目的 因此我们在税制归类的时候 归为特定目的税类 但实际上 它从税制的性质来讲 也有专家认为 由于它是对土地的增值额 克征的一种税 而这个增值额一定程度上 相当于是一个毛所得 因此有人也把这类税 那么归为所得税类 那么土地增值税的这个纳税人 那么是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地上建筑机器复制屋 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也就是说 从税制上来讲 不论法人还是自然人 只要转让房地产的话 那么都要缴纳土地增值税 但是目前个人销售住房 是暂免征收土地增税的 因此这个税种 主要是对企业 转让房地产来征收的一个税 当然这里主要的是 房地产开发商 那么也包括工商企业 服务企业 如果转让房地产的话 那么它也要缴纳这么一种税 土地增值税的增税对象 是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地上建筑物机器复制屋 那么因此 它的增税范围 说通俗一点 就是转让房地产 那么跟房地产相关的业务 要不要征收土地增税 那么这里有三个判别标准 第一个就是说 转让的土地 它的所有权是不是国有 如果是国有就要增税 由于农村的土地 它是气体所有 因此对农村的房地产 那么是不增这么一个土地增税的 第二是它的产权 有没有发生转让 那么这里要说的是 土地的出让 不增土地增税 土地管理部门代表政府 把土地出让出来 取得土地出让金 直接形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 另外土地的出租 出借 抵押 那么这几种情形 那么它的产权都没有发生转移 因此也不属于土地增税的增税范围 第三种情况是 转让房地产有没有取得收入 那么房地产的继承 赠予由于没有取得收入的话 因此房地产的继承和赠予 不属于土地增税的增税范围 那么这里要说的是 这里的赠予 仅限于直系亲属之间的这样的赠予 以及公益性捐贞的这种赠予 才不增土地增税 那么土地增税的继税依据是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的建筑物 负责物的它的这样的增值额 那么这里的增值额 那么是怎么计算的呢 是拿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 减去税法规定的扣除项目金额以后的 这样的余额 也就是说它的计算公式 就是拿因税的收入 减去扣除项目的金额 那么这里要说的是 它的这个因税收入 如果是实务收入 或者其他收入的话 要把它直算成货币收入 它的扣除项目金额 包括房地产的开发企业 它的那个取得土地支付的金额 以及房地产的开发成本 开发费用 转让房地产相关的税金 如果房地产企业的话 它还可以加急扣除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详细介绍 那么至于说 一般的工商企业服务企业 那么它的扣除项目金额 是指旧房和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以及更转了房地产相关的税金 土地增值税的税率 非常的独特 是用的是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所谓四级 它的税率有四档 30% 40% 50% 60% 所谓累进是说 一档比一档的税率要高 一档比一档税率要高 那所谓超率累进 是指它的税率的累进 是根据它的增值率越大 收入的税率就越高 这里就是说 你那个增值额 将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越大 那么你收入的税率就会越高 土地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多 因为这种税是为了调节 过高的不合理的利润 那么而征收的一种税 那么它的税税与会增值并不多 那么主要有这么几项 一个就是说建造普通标准住宅 那么如果你的增值额 占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 不超过20%的话 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 但是如果一旦超过的话 应全而增值税 因此这条规定 实际上相当是一个起增点 那么第二条规定是说 企事业单位如果把旧房转让 作为连租房经济试用房的话 那么它的增值率 如果不超过20%的话 也享受免征待遇 那么第三条是对国家 征收收回房地产的 那么实行免税 第四个是我们目前 个人销售住房 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第五条规定是企业改制改组 包括合并分立 以及重组的投资作价 那么这些情形的话 在2020年底之前也免税 土地增值税 它的税款 那么实行先预缴后清算 平常销售了房地产的话 那么根据取得的销售收入 实行预增 项目中疗以后进行清算 多退少补 那么预增的比率 是根据你的销售收入的 一定的比率 由各个省确定预增率 那么至于说清算 那么要区分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应当清算的情形 就下面几种情况 应当进行清算 就是当你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全部竣工完成了销售的 全部都把它卖掉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 没有竣工绝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整体转让的 那么也要进行清算 第三种是 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把一块地直接给它卖掉的 那么至于说 应当清算的就这么几类 那么可以要求它进行清算的 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种是已经竣工的项目 那么它转让的面积 达到可受面积的85%以上的 那么这个时候 数据可以要求纳税人进行清算 或者我们企业取得预售许可证 满了三年 仍然没有销售完的 这个时候 数据也可以要求它进行清算 此外 如果我们企业速销登记 那么这个时候 数据也要求它进行清算 那么我们现在来小结一下 土地增值税是对单位和个人 转让房地产取得的增值额 增收的一种税 这里的增值额是它的计税依据 那么是销售收入减去扣除项目金额 扣除项目金额包括买地的金额 房地产的开发成本 房地产的开发费用 旧房和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转让房地产相关税金 如果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话 那么它还可以就买地的金额 和开发的成本 加计扣除20% 土地增税的税率 是四季超越了一件税率 土地增税的税税又正值不多 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的 它的增值率 没超过20%的话免税 国家征用收回房地产的也免税 个人销售住房 目前占免征收土地增税 土地增税税款的缴纳 平时的话 在销售的时候进行预缴 符合清算条件的时候 进行清算 多退稍补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